祝你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的经文在撒摩基甲18章 24到33节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大卫正坐在陈庸里 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 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 那人跑得渐渐近了 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说 又有一人独自跑来 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 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 好像萨都的儿子亚西玛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他是个好人 必是报好信息 亚西玛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 就在王面前脸不一地叩拜 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 交给王了 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 亚西玛斯回答说 岳亚打发王的仆人 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古诗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 岳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 王问古诗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 古诗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 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王就心里伤痛上层门楼去哀哭 一面走一面说 我儿亚沙龙啊 我儿亚沙龙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亚沙龙啊 我儿 我儿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从十八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战役 其实每一场的战役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役 在物质界的征战的胜败 被属灵的原则给确定 亚沙龙的叛变 跟他父亲的军队正面交锋 然而经文只用了三节去交代战争的经过 其他的经文都只是在记录这场战争相关的事情 表示神认为这场战争没得打 亚沙龙必定会输 因为他违背了一个重要的树灵原则 在初爱奇记的记载里面说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那人处死 这是神透过摩西传达出来的原则 神要灭掉那咒骂父母者的性命 就是叫以色列人把那些咒骂父母的人用石头打死 如果人做不来 神就会自己来 亚沙龙不但咒骂父母 而且他还要杀父母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个当中 我们接续昨天的情节来看 亚沙龙已经被杀了 跟随他的军队也都失散了 萨都的儿子亚希马斯知道了之后 要立刻去报告给大卫 但是约压想要拦阻他去报信 亚希马斯是一个坚持的人 而且他也跑得非常快 亚希马斯表示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要去 甚至他跑在古世人的前面 当亚希马斯来到大卫的面前 他就脸浮于地叩拜大卫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窝主王的人交给王了 意思是亚沙龙已经溃败了 那大卫的心情非常的焦急 他就追问亚沙龙如何呢 亚希马斯的回答是 约压打发王的仆人 那时听见了大声的喧哗 但是我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大卫就说你就站在旁边去吧 他就站到旁边去了 其实我们从这里看见亚希马斯 他很想向王来报功行赏 但是大卫却不理睬他 就正如约压所说的一样 其实这些人的举动让我们看见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随着自己 所想要做的事情去行 没有办法听从别人的意见 报信的人是如此 约压的手下是如此 跟随亚沙龙的两万军兵也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是跟随自己的意思而行 古世人来到大卫的前面报信 他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 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最想知道的 是压沙龙的生死的问题 虽然他报信的古世人 他没有直接的提到压沙龙的死信 但是大卫的心中已经明白了 大卫一听到压沙龙的死讯 就到那个城门楼上面去哀哭 他似乎是要哭给全国人民听一样 他一面走一面哭 说我儿压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 他说我儿啊我儿啊在那里哭 在这场的混战的当中 很多的人为大卫战死 但是在他的眼中只有压沙龙 而且在宫中的场合 他放声痛哭 这是一个何等不恰当的行为 完全罔顾了为他出战的军兵 为他受难的百姓 其实他也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 反过来看我们认为大卫真的爱压沙龙吗 在压沙龙活着的时候 当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么多年 大卫也没有跟他见面 也没有跟他沟通 也没有跟他建立修护关系 所以大卫的哀哭可能只是对压沙龙的 一种不健康的依附而已 压沙龙这个名字 这个Shalom就是平安 Ab是爸爸 他意思说我父是平安 这个孩子对大卫来讲 他是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呼召 大卫给他取这个名字表示 这个孩子带给我平安 这个名字表示了一个呼召跟祝福 所以他上一生的呼召就是我父是平安 当他要起来杀他的父亲 他又怎么能够成功呢 别人都不成功了 他更不可能成功 因为他的父亲是平安 他最大的恩高应该就是 让他的父亲能够平安 但是我们要思想 我们个人都要胜过自己心中 所想所要 我们承认 我们都是爱我们自己所爱的 我们没有能听的耳朵 只顾自己想的任意妄为 好像在四十时代的百姓一样 四十时代 四十时记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但是有了亡以后呢 原来个人仍然任意而行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好思考这段话 求圣灵扩张我们理性和情绪之间的空间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引导我们生命 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我知道祢的眼目必看顾爱祢的人 也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求祢塑造一个谦卑受教又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祢 信靠祢的人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念你 祝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